每天十分钟听老杨读书 上一集我们看到宝玉跟秦文吵架 牙尖嘴利的秦文居然把宝玉和席人都气哭了 作为精灵十二差又副册的榜首 在《红楼梦》中秦文的地位非常重要 让我们回顾一下秦文中他出现的几个重要场景吧 第八回宝玉在离香院看到宝钗的金锁 吃完酒以后回到住处 秦文让宝玉把早上自己研磨的墨写完 还告诉他自己亲自爬高贴了宝玉一早写的 《降云轩》三个字 第二十回宝玉给摄月闭头 秦文看到他们两个就说两个人浇杯酒还没吃就上头了 还说他们两个蛮神弄鬼的事自己都知道 第二十六回黛玉在于洪院门口敲门 秦文假传圣旨说宝玉不让开门 惹得黛玉在门口哭晚上也没有睡好 第二天就写了葬花营 第二十七回 秦文跟一堆丫头一起碰到了替王熙凤跑腿的小红 他当面训斥了小红攀高知 从上面几次秦文的出场 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三点个性特征 那就是 第一 是非分明 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 只要看到问题 他就一定会说出来 不管有问题的人是谁 也不管对方是否能接受 第二 单纯 娇憨顽皮 没有等级观念 这既很可爱 也会惹人生气 第三 非常忠诚 宝玉安排的事情 他会不顾一切的去做 同时呢 他也鄙视那些 不能跟他同样忠诚的人 秦文的戏后面还有很多 下面我们就要看到他标志性的一幕 秦文思善 熟悉细节的小伙伴 可以直接跳转讲解部分 秦文藏旁哭着 方玉说话 只见林黛玉进来 便出去了 林黛玉笑道 大劫下怎么好好的哭起来 难道是为蒸粽子吃 蒸脑了不成 宝玉和席人吃得一笑 黛玉道 二哥哥不告诉我 我问你就知道了 一面说 一面拍着席人的肩 笑道 好嫂子 你告诉我 一定是你两个办了嘴了 告诉妹妹 替你们何劝何劝 习人推他道 林姑娘你闹什么 我们一个丫头 姑娘只是混说 黛玉笑道 你说你是丫头 我只拿你当嫂子带 宝玉道 你何苦来替他招骂名 饶这么着 还有人说闲话 还搁得住你来说他 习人笑道 林姑娘 你不知道我的心事 除非一口气不来 死了倒也罢了 林黛玉笑道 你死了 别人不知怎么样 我先就哭死了 宝玉笑道 你死了 我坐和尚去 习人笑道 你老实些吧 何苦还说这些话 林黛玉将两个指头一伸 明嘴笑道 做了两个和尚了 我从今以后 都记着你坐和尚的招数 宝玉听得 知道是他点钱的话 自己一笑也就罢了 一时黛玉去后 就有人说 薛大爷请 宝玉指的去了 原来是吃酒 不能推辞 指的静息而散 晚间回来 已带了几分酒 亮相来自自己院内 指见院中 早把晨凉等踏设下 踏上有个人睡着 宝玉指当是席人 一面在踏檐上坐下 一面推他 问道 疼得好些了 指见那人翻身起来说 呵护来 又招我 宝玉一看 原来不是席人 却是秦文 宝玉将他一拉 拉在身旁坐下 笑道 你的性子越发浇惯了 早起就是跌了扇子 我不过说了那两句 你就说上那些话 说我也罢了 席人好意来却 你又扩上他 你自己想想 该不该 秦文道 怪热的 拉拉扯扯做什么 叫人来看见像什么 我这身子 也不配坐在这里 宝玉笑道 你既知道不配 为什么睡着呢 秦文没的话 吃得又笑了 说 你不来便使得 你来了就不配了 起来 让我洗澡去 席人设月都洗了澡 我叫了他们来 宝玉笑道 我才又吃了好些酒 还得洗一洗 你既没有洗 拿了水来 咱们两个洗 秦文摇手笑道 爸 爸 我不敢惹爷 还记得 闭狠打发你洗澡 左右两三个时辰 也不知道做什么呢 我们也不好进去的 后来洗完了 进去瞧瞧 地下的水 淹着床腿 连席子上都汪着水 也不知是怎么洗了 笑了几天 我也没那功夫收拾 也不用同我洗去 今儿也凉快了 那回子洗了 可以不用再洗 我倒咬一盆水来 你洗洗脸 通通头 财庚院要送了好些果子来 都拔在那水晶缸里呢 叫他们打发你吃 宝玉笑道 既这么着 你也不许洗去 只洗洗手拿果子来吃吧 秦文笑道 不过慌张得很 连扇子还跌舌了 哪里还配打发果子吃 躺后再打破了盘子 还更了不得呢 宝玉笑道 你爱打就打 这些东西 原不过是借人所用 你爱这样 我爱那样 各自性情不同 比如那扇子 原是扇的 你要撕着玩 也可以使得 只是不可生气时 拿它出气 就如杯盘 原是盛东西的 你喜听那一声响 就故意地碎了 也可以使得 只是别在生气的时候 拿它出气 这就是爱物了 秦文听了 笑道 既这么说 你就拿了扇子来我撕 我最喜欢撕的 宝玉听了 便笑着地语他 秦文果然接过来 吃的一声撕了两半 接着吃吃又听几声 宝玉在旁笑着说 想得好 再撕想些 正说着 只见摄月走过来 笑道 少做些孽吧 宝玉赶上来 一把将他手里的扇子 也夺了地语秦文 秦文接了 也撕了几绊子 二人都大笑 摄月道 这是怎么说 拿我的东西开心 宝玉笑道 打开扇匣子你捡去 什么好东西 摄月道 既这么说 就把匣子搬了出来 让他尽力的撕 岂不好 宝玉笑道 你就搬去 摄月道 我可不造这孽 他也没折了手 叫他自己搬去 秦文笑着 已在床上说道 末月乏了 明儿再撕吧 宝玉笑道 古人云 天津难满一笑 几把扇子能指几何 一面说着 一面叫席人 席人才换了衣服走出来 小丫头嘉惠过来拾去破扇 大家乘凉 不消息说 一面叫幕提供 中文 正品 宝玉笑道 ï